台湾总统大选铺路 美国之音特别制作的 美台关系专题纪录片 《荆涛拍案40年》 将播出第二部分 由关键人物口述历史 回顾美台断交后 一连串戏剧性发展 以及台湾关系法的立法过程 谈论海峡大事谈 我是林峰 代班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 今天是4月14号 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 向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问好 呼声颇高的国民党籍高雄市长 韩国于4月10号到18号 展开对美国的访问 他在哈佛大学费正清 中国研究中心讲话时说 台湾总统要能让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他还说台湾领导人 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维持两岸的和平与稳定 那么韩国于此次美国之行 是否是为了参加 2020台湾总统大选试水 对于北京和华盛顿而言 韩国于的出现 将如何影响 未来美中台三角关系的互动 另外一方面 《海峡论坛》本周日下半场 将播出美台关系专题纪录片 《惊涛拍案40年的第二部分》 通过美国前总统卡特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与前美国众议员沃尔夫的 口述历史 回顾当年美台断交后 一连串的戏剧性发展 包括美国代表团 在台北遭到攻击 邓小平防美旋风 和台湾关系法的立法过程 《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 与听众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 那么今天晚上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您好 林峰您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林峰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 首先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 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 那么今晚呢 我们请到的是两岸问题专家 那么也是践行科技大学 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 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博士当中 严教授您好 博弈林峰 菇博士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 我们海峡论坛台节目当中 继续请林峰我们介绍 在华府参加节目的嘉宾 好的 感谢博弈 那么也欢迎严教授 参加海峡论坛台的讨论 那么今天晚上 我们在华府演播室 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 两岸问题专家 华盛顿美利坚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 乌合一博士 欢迎乌先生 林峰 博弈 严教授 各位观众 各位亲众 大家好 好的 那么台湾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加入我们的讨论 号码是00801-148940 00801-148940 那么也欢迎大家 在脸书或者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留言 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 网址是facebook.com 斜线VOA China 以及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国民党籍的台湾高雄市长 韩国瑜正在美国参访 他的第一站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 中国研究中心出席座谈会 并且发表了题为 接地气的力量的讲话 韩国瑜提出了 务实的政策路线的一个愿景 他说身为台湾的领导人 最大的挑战 是如何维持两岸的和平与稳定 那么作为台湾蓝营人气 最高的政治人物 韩国瑜这次美国之行 是否是为了他参选 2020台湾总统大选而试水 那么韩国瑜代表的一派台湾两岸政策理念 对于未来的美中台三边关系走势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首先想先请教 乌合一 乌博士 就是想请您先来简单地评价一下 韩国瑜这次访美之行 到目前为止 您认为他的表现怎么样 那您认为他这次来美国的目的 是不是为了参选2020台湾总统大选 来作为一个热身或者是铺路 好 就他的表现来讲的话 我的评论是算是过关了 有些小瑕疵 譬如他第二天的早餐会 应该15分钟开到了 就是那个油栏车司机 开了一个半小时还没开到 所以大家有点失望 那他到了加州洛杉矶呢 本来当天晚上一个玉山科技学会 一个欢迎会 他临时告退了 没有来 那让所有本来想参加的人 感觉很失望 但就他的演讲 就他的表现来讲的话 我认为是过关的 至于你说他对于这个 是否对总统的事情有所表达呢 他现在的目前 他对是否参选总统 还没有做任何强烈的表达 那总统就选总统来讲的 国民党主席讲得很好 国民党希望推出 这个品德 操守 能力 经验 都无懈可及的 还要最有胜算 最有胜算的候选人 当然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他这些叫好的话 吴敦英是第一名了 但他没办法叫座 所以呢韩国瑜变得 变得最有胜算的候选人了 所以这个4月10号 是一个转捩点 那民进党往下走 国民党往上走 什么原因 4月10号 吴敦英说 他没有意愿出来 竞选总统候选人 但4月10号 国民党的中置会决定 不要马上民调 因为赖清德民调比较高 蔡英文不满意 所以把这个民调延到 5月22号之后 那民进党现在斗争得很激烈了 所以这个情势 绅士走上 使民进党基本上往下走 国民党往上升 所以韩国瑜呢 我就他这次在哈佛的演讲 比如你刚刚讲的 他说这个太坏安全 人民要有钱 这不是高雄的一个市长该讲 几乎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要讲的一个气魄 他特别号召 1月11号 1月11号明年总统选举 希望侨胞能回去 他说什么 这是2020的选举 是中华民国生死存亡的一个决定 这个话就把它提高了很高了 生死存亡决定 那希望大家能1月11号 跟所有侨胞在台湾能够见面 他对家国 尤其对国家表示非常的热爱 所以这些这几个点讲起来 感觉上他有这个格局和意愿 可能要出来作为国民党的候选 这是我的一个出现的一个看法 谢谢吴博士 那么想接来请教在台北的 严建发 严教授 那么也想请您来评价一下 这次韩国瑜的这个美国之行 那您认为他是不是要为了 这个参选总统做一个铺垫 那么另外呢 据这个台湾媒体报道 韩国瑜这次来美国之前 特意拜会了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 那我们都知道苏启是 九二共识这个名词的发明者 那您怎么看韩国瑜 在访美之前先拜会了苏启 我想这一次韩国瑜的这个 访美之行应该看起来是蛮成功的 因为看到前呼后勇 但是比较是在经贸上 政治上就像吴博士刚才提到 他比较含蓄 因为他现在目前也还没有表态说 要不要出来选 但是看这个气势好像目前国民党 他应该是最强 那跟苏启见面 根据报纸上所提的这些资讯来看 可能我想可能是要讨教他有关 美中的三角关系的问题 因为这方面是苏启的这个教授专业 那苏教授过去也曾经提到过 所谓的核中有日亲美 那我想这一次看韩国瑜的讲话 就把它转译成国防依赖这个美国 技术依赖日本 然后市场依赖这个中国 我就感觉是有这样的含义 但是这个操作起来 理想上很好 操作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当你科技国防依赖美日 那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对抗那么强 你市场依赖中国 要从中国赚钱来养这个军事 军队然后来提升科技 这中间的话 中国可能不一定会答应 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他很矛盾的问题 可这个矛盾不在于这六个字的本身 而是在于美中这两强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尤其他现在的这个对立 已经是在美国方面是两党的共识 对所谓的反中的共识 那现在美中之间的对抗 已经不只是经贸科技 而是一个全面性的 包括军事安全 所以夹在这中间 韩国瑜这三组的说法 能不能达成 我像还有待观察 我个人是比较认为的 那中间的很多 它不是很容易 谢谢袁教授 想接来请教吴先生 那么韩国瑜在这个哈佛大学费正清 这个中国研究中心座谈的时候 刚才您也提到了 就是说 他说要确保台湾不被重要的国际活动排除在外 那他还说 作为台湾领导人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维持两关系的和平和稳定 那么要 刚才您也谈到要让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那么韩国瑜也曾经表示过 他认同九二共识 但是他也反对一国两制 那么您认为韩国瑜这个2020年 如果参选这个台湾总统的话 如果获胜 那么当然这很多的假设性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中共总书记提出来 在今年1月份 明确提出来要统一台湾的这么一个背景下 他的这个政策路线能不能实现 刚才咱们说的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不排除在国际活动之外 好的 我们先看现在两岸的近况 虽然蔡英文当选之后一直说要维持现状 可是呢 他的现状呢 一直没办法维持 他又基本上心理上是不承认中华民国 但又不敢台独 但又那么九二共识 他又并不接受 所以他还没有听出新的理论来 所以韩国瑜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特别对蔡英文的他大陆政策有所讨论 他说这个你又没有听出一个新的解释 新的理念可以让大陆那个接受 那现在你这个走投无路 所以他说他基本上批评蔡英文的大陆政策是空洞的 里面没有内容的 这个当然要民主党去做说明 那至于他这个将来 如果说你说韩国瑜当选的话 怎么样情况 我的看法 这三年多 大陆跟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是基本上是往下走的 大陆是已读不回 根本不回你 又断交了好几个国家 让WHA国际分主也不让你参加了 马英九在任的时候 大陆还跟台湾还都可以参加 那所以这个在国际上呢 他尽量孤立你台湾 然后他又绕军舰又军机又绕着你台湾走 所以这个台湾感觉上是并不感觉安全 所以韩国瑜他强调了一个中国九二共识 但是他在哈佛也讲了 一个中国是各自表述 所以他也坚守他的立场 那这个当然本来在1992年时候 一个中国的原则 双方都同意 用口头声明的方式各自表述的 所以并没有违反立场 要不然的话马锡会不可能开始成功的 所以我现在结论就是说 韩国瑜如果能够被选上总统 这是老百姓的希望的话 那他的跟大陆的处理会比较平衡 不是一路就是只抱着美国 应该是刚刚言教也讲得很对 这个到底怎么去平衡有矛盾呢 那我相信韩国瑜将来在苏起的这个建议之下 他会保持跟美国跟中国是一个平衡的 不会是一个偏颇的 所以这样讲下去 将来这个中华民国生存有安全了 就是台湾安全了 那将来人民可以有钱了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势 谢谢 那想接来请教严建发严教授 那么韩国瑜在这次这个访美行程中 他强调用了一个词叫接地气 那他对那演讲也叫接地气的力量 那在费正清中心这个讲话 就是题目就是这个接地气的力量 那他认为他去年胜选就是因为他更接地气 那么您认为他的这个两岸政策路线 在台湾是不是更接地气呢 是这样的 就是他所谓的接地气 就是比较接近这些民生议题 尤其是中下 这些所谓的经济输家 那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 我想这个全球化 还有这个频步差距 这些问题 恐怕不是台湾独有 当然这不能作为执政者借口 执政者要想办法才福利上去突破 那民进党其实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像高雄跟台中市 这两个本来就是一个 在2010年从高雄县高雄市 以及台中市 台中县这样勉强合并的 所以这过程里面 穷者越穷 富者越富 所以这造成这个沉箱差距 是一个结构性的 这个我看连韩国瑜现在在处理 恐怕都非常的辛苦 恐怕不见得能处理好 那现在问题是 美中之间的这个经贸战 跟科技战越远越烈 现在目前只是暂缓 还会继续再打下去 所以大概你能从中国那边得到 就是农与产品这些比较低层的 那这是可以得到一些好处 来弥补这些的损失 问题是说 你过去我们曾经2016年 蔡政府执政以来 被他制裁过 在比如路生路克 以及这个农工产品这些 以及像韩国也在2016年 布萨德以后也遭受了这个制裁 所以这样一个制裁经验 会让台湾的这个老百姓会觉得说 可能这也是个风险 所以可能乐见于跟大陆之间 恢复更多的这个经贸交流 但是我想应该不会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铜门栏子里头 因为台湾的农鱼产品 以及这些包括旅客 也不一定要完全依赖中国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 韩国瑜这个做法当然很好 能够为亲力亲为 帮市民来找这个出路 可是我想他能撕裂可能是有限 尤其又碰到美国 现在对于中国的这个贸易制裁 这这么大 恐怕将来跟中国太多连接 一些高科技的连接 恐怕反而是我们往美国 其他地方去的一个障碍 所以我想这问题非常复杂 所以我想未来的挑战还是相当大 在韩国瑜来讲可能是两岸之议题 他这个顺的故意逆的少意 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矛盾这么深 而现在台湾对在美国完全的掌控底下 中国想要从美国手中夺出台湾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想从最近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政府的支持 以及对中国的一些打压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太明显 所以我想可能未来韩国瑜这一套的这个思维 应该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也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 谢谢林峰 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吴合一博士 就是目前这个韩国瑜的呼声是很高 但他也多次的重申了 他支持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 不过呢 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这个谈话里头 就已经定调了 就是中共所认为的九二共识 就是谋求国家和平统一 那么同时呢也是要这个寻求一个适合台湾的一国两制的方案 也就是说中共把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画上等号 那么即便国民党这边就是一直都不把九二共识跟这个一国两制画在一起 但是目前看起来似乎好像话语权很难从中共那边抢过来 那么您觉得就是韩国瑜会落入中共这样的一个话语的陷阱 好的 这个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画上等号并不是习近平画上 是蔡英文反答复习近平说 故意把这两个画在一起的 其实一国两制三十年前老公就讲了 中国大陆讲了要一国两制 那九二共识是九二九二年的开始 这两个事情完全分开来讲 九二共识到后来习近平演员讲话后 这个国台办也特别澄清九二共识是表示不同的含义 跟一国两制是两回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将来还有很多可以回旋讨论的余地 要不然的话国王会谈不可能举行在新加坡 而且马锡会也不可能两方领导人见面 就是双方就在一个九二共识之下 各自表述 我是中华人民国 我是中华民国 这样的一个平等对立场的 对对等立场才能够见面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如果大家老百姓 今年明年初选总统的时候 他认为蔡英文这三年多 把海峡两岸虽然是跟美国关系很好 这个是不错的 但是他这个偏颇到那头去 大家觉得非常的心理 非常的焦虑 那为什么老百姓希望韩国瑜能出来 就是认为国民党将来比较可以走上平衡的 双边平衡 平衡美国 平衡中共 然后能够寻求整个中华民国的发展 因为现在台湾有两派 一个叫中华民国派 中华民国派就是说我反独 我合中 但是有个台独派 我说抗中 巨统 这两个派我相信将来在中华民国政治 往后十年 二十年还是会互相竞争的 那目前看起来老百姓很多 希望中华民国派能够胜利 这样的话两岸能够平衡 才能够刚刚言教着说 美国跟大陆经济方面 但是我相信它的贸易 迟早会最后得到一个结果 美国跟中国大陆不会永远抗争 他们又有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我们不能说等到他们贸易都谈好了 签好了 那美国把你台湾当着旗子用 现在又不用你的旗子 又把你甩在一边了 那中华民国被美国利用了 也不好的 是好的 那么谢谢吴博士 因为我们下半场要播这个东宁的纪录片 我们只剩下一分半钟的时间 是不是我们先把这一分半钟的时间 刚刚吴博士也等于说了一些这个conclusion 是不是请严教授有综合的回应 我想提醒观众听众朋友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九合一选举 与其说是国民党获胜不如说是民进党失败 因为民进党的失败 两岸只是一个小的议题 在某些意义上两岸还发展 两岸的议题在跟美国国关系 或者人都要确保 问题是像反同啊 一例一休跟年改 这确实是得罪了不少这个既得意义者 或者说让很多人被改革的不满意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不应该化约在 这个有关于两岸关系上 因为这样窄话 可能对于真相的这个理性是没有帮助的 那我是觉得说总体来讲 还要看未来的这个两边的候选人是谁 我想候选人的导向还是很重要 那如果以目前来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蔡英文在执政时期 其实做的也是相当的好 包括像台商回流 这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想应该可以慢慢得到民众的这个认可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林峰 好的 谢谢博弈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今天海峡论坛今晚这个讨论部分 到这里就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博弈和两位嘉宾 那么嘉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稍后回来呢 我们要为您播出VOA特别制作的 美台关系专题纪录片 惊涛派案40年的第二部分 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 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钱 按关系要处理 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发的敌位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 它不会强求你 是有中国梦还是有梦呢 它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 在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 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 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 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立 主要是民主 会专制两种家庭为方 我是凡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 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 那么海峡论坛今天晚上下半场为您播出 美台关系专题纪录片 惊涛拍案40年的第二部分 通过美国前总统卡特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与前美国众议员沃尔夫的口述历史 回顾当年美台断交之后 一连串戏剧性的发展 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台北遭到攻击 双方的断交谈判 邓小平防美旋风和台湾关系法的立法过程 下面我们就接着上集美台断交风云变色的那一页 带您继续回首美台关系的来时录 七海关底彻夜不眠的紧急应变之后 黎明到来 一场席卷台湾的风暴才正要开始 美国认为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叶仁 整座 奔走 整座 兵持手艺 常在偶心 难道他变错了吗 俄路 有 日 南北新 在台湾 中国 我来者 最近 台湾 有永远的 有没有对于 我们会得到非常好合业 和中国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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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媒体因为截稿的时间 普通是11点 12点 那么他们挑两点来告诉我们 已经过了截稿的时间 我们民众听美国之音的 很多 尤其他们想学英文 听美国之音很多 美国之音播了 他们就知道了 我必须要这样讲 当美军电台和美国之音 和美国在9点钟 就台北时间9点钟 在宣布的那一刻的时候 如果这时候我们的民众 完全都不知道 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政府到底怎么回应 台湾真的会乱 尤其那时候还在选举 如果我们的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 让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国民 认为政府很软弱 很无人 讲的话都软啪啪的 做些事情 没有脏法 这个的冲击 可能比外患还要来得严重 1978年12月27号 钱赋在机场发表强硬声明 Mr. Deputy Secretary As an offici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has been your country's long standing friendly ally And has fought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your country several times I meet you here At this time with a heavy and painful heart The assurance of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Is in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Carter has stressed That human rights Are the soul Of American diplomatic policy It seems ironic then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Should have decide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ecognize The most tyrannical regime In the world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sident Carter has asked me To come here To initiate discussions With your president And your other senior officials In these discussions My purpose will be To establish Together with your officials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our future relationship Together with his potential I have a lot of That's true I have to do Yong I have to do I have to do You have to do Okay You have to do Oh no I have to do 我的司機嚇死了 雞蛋 番茄 我說你趕緊 他因為那個車子的窗子 前面都可以控制了 我說四個窗子都打開 打開外面的學生看到我 叫加油啊 前次長努力啊 就看到暴徒叫 管他是誰 拉出來打死再說 那個真名 有有有 真名面目 我看得晶晶足足 所以第二天早上蔣經國先生 要我把這個警總司令 憲兵司令警政署長叫去 我就跟他們講 我說你們當場有沒有照相 沒有 我說你們一定要查 學生是有人發動的我知道 一定是黨部發動的 至於那個插進來的暴徒怎麼回事 有組織的 他們告訴我說 他們告訴我說 是你那天下午 從中壢 有十多輛計程車 帶了番茄 雞蛋 竹棍 和這個什麼 往台北去 那麼 Christopher 受驚 這個安科智坐在左邊 受傷 眼睛旁邊被查 這個 Christopher 一輩子沒有受過這個 所以他嚇得馬上要回去 不要再繼續 被安科智 Pacify讓他 後來28號早上 先見了金國先生 保證他的安全 才坐下來談判 這個美國大使在電話裡面 非常非常息事底里地說 James 他對我客氣地說 叫James 你曉得嗎 那些rioters 就是那些暴民 他用的是rioters 他說 他那些暴民 拿著豬肝 把玻璃敲破 你曉得 我看他們眼睛裡面都有血 有血絲的意思 這個blood in the eyes 他要向他們來襲擊 我說大使先生 你必須要了解 美國無預警地跟我們中華民國斷交 你現在曉得 你現在被這些人來抗議的demonstrators 來向你抗議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人生的安全受到威脅 就像台灣整體當跟美國無盡禁斷交的時候 台灣的安全不是一樣的也受到安全的威脅 他們也是frightened 也非常的不安嗎 他絕對不是對著你們這些代表團的人 是覺得要向美國政府和美國的總統 表示抗議的意思 當時甚至還有一輛計程車 在外交部的門外引火自焚 而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們也是群情激憤 後來當選台灣總統的馬英九 那時正在哈佛攻讀法學博士 聽到消息說卡特總統要上電視宣佈一個重大的事項 所以我們大家都跑到中華青年聯姻會就等 果然他在那地方宣佈 他跟中華民國要斷交要撤軍要廢約 就是廢那個中美共同法醫條約 當時我們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沉重 也不知道我們在美國讀書會不會受到影響 我們在那邊一面抗議一面真的流淚 卡特總統做了宣佈之後他自己很得意 他說 認識中國是一個簡單的事實 是一個簡單的事實 可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存在也是一個簡單的事實 和馬英九一樣就讀於哈佛法學院 同樣也是受孔傑榮教授指導的呂秀蓮 當時是亞洲顧問 所以經常有 paper 那我讀了很多他的 paper 那我看美國的新聞報導 就越來越覺得不妙 因為當時美國的國務卿 美國的白宮的國安顧問 都紛紛到中國去訪問了 整個氣勢讓我覺得 好像他們要捨棄台灣的樣子 最後我就跟我的指導教授說 我想放棄你給我的這個 要繼續讀博士學位的講學禁 我想回台灣 不過我回去我可能會坐牢 他就回應就說 那我就去聲援你 I will wait for you in Taipei 我們當時就是有這樣私生的對話 那不幸後來真的就這樣發展 那12月16號對我們當時正在選 參選國大代表或者立法委員 是很關鍵的 蔣經國就宣佈 宣佈就是說選舉停掉 第二個就是國防軍事全面戒備 然後民生經濟要穩住 最後三個宣佈 那接著下去就有點半戒嚴的狀態 最後克里斯多福正式要來談判 被一群人包圍 他們非常憤怒 後來才知道那些都是桃園來的人 那些人是因為聽過我演講 就果然是發聲的 所以他們非常憤怒 就在海內外的抗議聲中 和動盪的局勢之下 艱苦的外交談判 在台北與華盛頓兩地展開 我是念外交的 我只相信談判 我不相信你們這些demonstration 或者people power 這些東西對我來講沒有意義的 頭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安全 我們過去是在你美國的 核子保護傘之下 以後還有沒有 兩方面關係的性質 成立代表處或者是辦事處 名稱 數字 待遇等等 這個談談了很久 我們有軍售 讓我們有這個防衛性的武器 而且有共同防禦條約 如果人家來打我們 美國會來幫忙 還有沒有 這個名字 將來代表機構的名字 拖了好久 我們提的名稱 美方說No 換了 No 他說這個我們現在都不能答覆 這個美國政府怎麼可以這樣子 卡特政府怎麼可能會這樣子 所以整個那個談判不是談判 是monologue 都是我一個人在發問 發各種各樣的問題 答不出來 雖然坐在對面的時候都連了老友 但是為了自己國家利益 都站著自己國家政府的立場 想辦法來爭取維護 1979年1月29號 鄧小平選在農曆大年初一到美國進行正式訪問 我認為這次次最會的 最快的 真相淺 revel 新的真相 thy 新的間歸 社交部 主義感人 這是良好 大感謝 Deng Xiaoping He was an instant hit with people in Washington, D.C. and t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news media He wore a cowboy hat in Texas And he went and visited Atlanta at my request And so I think that that was hi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of a good-natured, down-to-earth, honest, dealing guy came across to the American public as OK, China must be alright instead of evil people like we thought before 但當時也有美國民眾加入抗議的行列 提醒各界看清鄧小平旋風背後的橫色中國 鄧小平到華府來訪問的時候 我們在華府舉行非常大的一個抗議活動 我是從波士頓到紐約 在紐約吃了一個早飯 然後再趕到華盛頓 這個車程差不多有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還不算長的呢 我剛剛講嘛 有時候芝加哥來的 甚至有時候 Wisconsin來的 他們包遊覽車一開就是二十幾個小時 大家都義無反顧 犧牲睡眠 犧牲工作 就是要表達一個抗議的聲音 所以鄧小平來訪問 鄧小平是個聰明人 他的談話 他的舉止 他的表演 影響很多美國人對他 甚至於對大陸的一些觀感 這個人很可愛 很有趣 講的話也蠻幽默的 比如說他見了美國官方說 美國官方就說 你們應該移民 應該開放 應該自由 他說可以 你要多少 我們一千萬兩千萬都可以送過來 這個一傳出來之後 大家沒有把他那種嚴肅性表達 反而把幽默感反映出來了 然後他就參觀了 Kennedy Center的表演 後來到其他地方戴了這個牛仔帽 他個兒又特別小 所以反而變成一個 算是成功的一個訪問 從他們的角度 當然從我們的角度來講 對於我們的等於是 傷口再加一點嚴了 鄧小平1月30號 以整天的時間走訪國會山莊 與85名參議員和40名眾議員參序 希望就美國對台軍售一事進行遊說 我是一名的主持人 我們跟他們合約聚會 他想要有更多的決定 我們未來的行動 一件事我進入這個討論 是說 關於台灣的銷售 中國based決定 中國必須做到不力 彼此決定 他們永遠敬請 他們深信任 他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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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這時結局 我們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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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 鄧小平訪美結束後隔天,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開始就卡特政府提交的台灣綜合法案舉行聽證會。 一出講情、講理、講法的大戲在國會上演,美國三大電視台均大幅報道,公共電視網全程實況轉播。 然後那個時候呢,因為他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正好在國會休會的時候,所以把國會激怒了。 國會議員看到他送來那個法案,叫做台灣授權法,台灣Enabling Act,內容空洞,對台灣的保障非常的不夠。 所以把他改頭換面,那在參議院呢,也進行了很多次的辯論。 克里斯托弗和安克志出席作證,質詢的參議員包括保守派的高華德,自由派的肯尼迪,和中間派的多爾。 高華德甚至到最高法院告卡特為憲。 國務院的首席法律顧問,等於助理國務卿一樣了,跑到美國國會,被一位參議員,叫Richard Stone,Florida州的,問,那個簡直像貓、鬥老鼠一樣,那個老鼠被搞得簡直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他也是台灣關係法很大力的支持者,他剛好在圓山飯店,在台灣訪問,住在圓山飯店,他有一個習慣,神跑,神跑,早上他要出來運動,在跑步。 他從圓山飯店出來,身上穿的衣服上面,掛了一個美國國旗,他在跑。 他在跑的時候,他看了,街上很多人都跟他在腰手。 他就後來拿這個故事來證明,我們的鄉親是對卡特政府的決定不同意,不是在跟美國人在吵架。 就證明這當中的差距,來說證明,就我們之間還是願意持續地發展那個關係。 我曾經過後,在台灣之間,在其他地方之間,尤其他地方之間的尤其他地方之間, and i in other words stopped my visit to taiwan if i had not made that trip against carter's wishes there may have been a whole chai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 think they were reassured which was most important that they were not being abandoned a book that i wrote about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 dedicated to my wife that we had been to taiwan many times and taiwan was a friend and she said how can we do this to these nice people and people that we have been allied with for a long time this was the inspiration really on my part fo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台湾关系法它主要的功能一方面在法律上回复中华民国因为美国转移承认而失去的法律保障 比如说它就很大胆地认定中华民国它大致教我们台湾了在美国法律上或者是美国法院中都具有外国或者外国政府的地位 这是一个识破天津的条文按理说如果我们是被撤回承认的话我们不能够构成一个法人了国际法人可是这个等于说恢复了 the point they call it an official relation but it is the law of the land this is the only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we have like this that was passed by both houses of congress and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so it's the law of the land it supersedes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and then the other communications 还有呢政治上他认为中共如果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话 这对美国构成一个严重的关切美国会表达严重的关切 所以great concern 他用这样的一个字 所以这就也就是说美国会持续地提供台湾当局防卫性的武器 我的目标是为台湾的民族和防卫性的武器 台湾关系法十八条其实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二条是什么呢 是安全问题 里面谈的也蛮详细的 第三条是什么呢 第三条就是军售的问题 第四条谈的就是未来台湾的法律的地位 我们的不动产 动产 甚至于我们参加国际组织 这都在第十条 這個《台灣關係法》的四個特點 第一個當然了 《台灣關係法》是史無前例 因為史無前例 美國以前沒有這樣的法律 我們沒有這樣的法律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這樣的法律 所以是史無前例的事 第二個很practical 非常的務實 因為美國在跟大陸建交的時候 它事實上有的問題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一方面蠻匆忙 一方面它可能想都沒想到 但這個《台灣關係法》就做很多的規範 把這些沒有想到的地方 就給它填補起來 第三很flexible 它有彈性 我看《台灣關係法》 我研究最少有20個地方 美國行政機關可以做解釋 不同的解釋 從軍售到這個特權 到很多地方 所以它彈性很大 只要美國政府願意的話 台灣關係法放在它手裡面 它可以做各種不同輕重的解釋 它願意加速跟我們台灣改善關係 只要台灣關係法就夠了 它要約束跟我們的關係 只要台灣關係法就夠了 最後第四點 Durable Durability 很耐久 你看台灣關係法到現在40年了 有沒有修改過一次 一個字都沒有動啊 還能夠繼續存在 大家還在引用 大家甚至於 有的人還誇獎 讚美 這個了不起 當時的這個國會參眾議員 很有遠光 有宏觀 有遠見 If you said one thing about the act Its ambiguity And that is The fact that it was Made The act Augera With whatever period That you examined it In other words It's just as viable today 40 years after The act Was crafted The act It was 這四十年 左 4月10號卡特總統把它簽署成為法案 台灣關稅法可以說 要比先前那個台灣授權法要周到太多了 因為有這個法律的關係 不但台美關係能夠穩定發展 同時有多少也牽制了中共 根據美國國務院2013年解密的檔案 鄧小平曾向美國副總統蒙代爾抱怨 台灣關係法讓蔣經國的尾巴都翹起來了 成為美中建交後第一起不愉快的外交事件 中方並就台灣關係法 向卡特政府提出三點正式抗議 除了認為此法干涉內政之外 其中最令北京無法接受的 就是有關處理台灣不動產的條款 後來在台灣關係法裡面就有一條 我們把它叫做雙向元條款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在美國所取得的財產 如果是在1949年以後的話 就是歸中華民國所有 那個雙向元那個財產本來呢 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 按理說呢 按照國務院的標準可能要交回中共了 但是當時呢這個美國國會啊 覺得這樣對台灣保護不足 所以就訂了一個條款很清楚的 就認為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們的所有權不受影響 雙向元是一個在華府是最大的 獨家居住的房屋有18多英某 所以從1930年代就是我們駐美公使大使的住宅 我們非常在意 所以在斷交一直到1月1號開始之前這一段 我們就把雙向元以20塊美金的代價 賣給這個周以德議員 做co-chairman的自由中國自由協會 Friends of Free China 但是呢這是沒有用的 因為國務院如果說讓中共取得所有的財產 那還是要交去的 所以我們的朋友就想盡辦法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把這一個東西寫進去 這個財產價值不高 但是對於台灣的老百姓來講 精神的意義心理的意義非常重要 台灣關係法對台灣安全 軍售 以及法律地位的規範 奠定了美台關係發展的基礎 效力追溯回1979年1月1號 而就在美台兩地降旗之後 雙方正式的外交關係畫上據點 北門附近的美國大使館 今天下午5點多鐘舉行了降旗儀式 只有少數的外籍記者 獲准進入採訪 降旗的儀式由三位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官兵執行 大使館外面沒有群眾圍觀 場面冷落 那天我們降旗的時間是定在下午4點鐘 那已經是冬天了嘛 雙香園所有的樹葉子都掉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一些黃的掉的樹上 地上都是一些落葉 西風枯雨 就在前一天廢號尾 他前一天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世界我知道你們明天要降旗 我可不可以來 因為其他的外交先例 降旗的時候当地的住在國 主管官員很少說跑來的 跑來很尷尬嘛 我倒要提醒你 要問問你的長官 你的長官同不同意 後來他過了一下打電話給他 他說沒問題 我們上面同意了 我說那你可以來 他後來來了雙香園之後 就有人看到他很不以為然 就指到他講 你還有臉來我們這兒嗎 所以搞得廢號尾很尷尬 後來我看了情況不對 我就去 我說Harvey Come over 我就把他帶到我旁邊站 這樣的時候 當我們楊希坤講話 唱歌歌降旗的時候 Harvey就抓到我的手 哭了 然後降國旗 就下來了 那個場景不是在場的 沒有辦法感受到 因為它不光是一個 physical的東西 它是一個mental spiritual sentimental的一個東西 所以很多人真的掉下眼淚 所以楊希坤大肆講話 今天雖然我們這個幹了教 我們希望有一天回來 We shall return 他引用這個 麥卡瑟的一句話 當美國國旗在海軍士官長麥倫 及美國海軍陸戰隊喪失班長 吉麥可的操作中 緩緩下降的時候 部分參加儀式的美國軍官 表情十分的激動 充分的表露出 他們對中華民國 誠摯熱愛的心聲 降旗儀式 由美軍協防司令 林德少將親自主持 林德少將在降旗前 神色沉重地告訴他的部署說 在台美軍 雖然因為中美的斷交 被迫撤離 但是他們對自由中國的政府 和人民的友誼 將永遠難以忘懷 好的 下個星期天 4月21號的海峽論壇 我們將為您播出 驚涛判40年的下集 永不沉默的航空母艦 聚焦美台關係 40年後的最新發展與挑戰 請您千萬不要錯過 美國基因為您推出 繁體中文版的臉書和推特 是啊 我們在Facebook和Twitter 現在改名為 美國之音中文網 我們還會繼續為 講廣東話的朋友服務 並且會擴大服務 美國基因繁體中文的 臉書和推特 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 和電視內容 實證 經濟 文化 娛樂 無所不包 你還可以留言 我們期待同理股東 請您趕快來關注 美國之音繁體中文版 臉書和推特 快點來 給個讚我們吧 美國之音週末專輯 每週六播出兩小時 第一小時的節目由 美國萬花統合創業 第二小時將繼續播出 地球村落 以及美國之音深度報導 敬請關注 美國萬花統全新改版增添欄目 大千世界以快節奏 瀏覽名人 時尚 以及社會文化最新動態 白昂人生帶您走訪大城小鎮 讓各行各業的人 演繹自己的精彩故事 敬請關注每週六晚上 九點播出的 美國萬花統 好的 以上就是 今晚海峽論壇的全部內容 來不及觀看 或者參與討論的 聽眾和觀眾 您可以收看 我們在社群網站上的視頻 並給我們留言 提供建議 我們的網址是 facebook.com 斜線VOA China 以及youtube.com 斜線VOA China 那麼明天時 此時大家談的話題是 要幫逝世百姓上街 鳴不平 灑年忌日 萬眾沉迷做犬儒 請您按時鎖定 也別忘了收看 每週日晚九點到十點的海峽論壇 我是林峰 祝您晚安 我們再會 歡迎收聽收看 旅遊一位十三月十五十 中英電集 封會第二次峰會的時候 特朗普總統 請您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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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